二千年后,蕭若元述往事,论当世,思来者, 和大家一起细说太史公,史记。 天元之前,下哉妙抚, 天元皇帝之前很远很远, 奇强不可得闻也, 这个详细我们已经听不到, 五三六经在籍之存位,见可观也, 五帝三皇六经所记载的,我们就知道, 《书经》说,元首明哉,古君良哉, 元首真是言明,帮助他的人真是聪明, 恩施以谭,由这里来说,君莫胜于唐瑶, 最盛的皇帝就是唐瑶,神莫然于后绩, 仁臣最好的就是后绩,后绩創业于唐, 后绩就起于唐代,公留發职于西庸, 他的后代就是公留,在西庸發职,其实这个就变成了 在周的始祖,文皇改制,到了文皇就改了制度, 圆周智隆,令到周朝去到最兴盛的时间, 大行月城,后来到了城康, 那时候就更加超越了, 周公和城康更加超越了文皇, 而后伶仪衰微,然后越来越衰弱,千载无声, 但是始终他也是继承了下来, 没什么坏事,岂不善此,善终灾, 都算是好头好尾的,周朝, 言无异端,虽然是亡了, 但是也没有出过什么坏事,神所犹于前, 謹遗教于后矣,因为 开始很謹慎,而后来那些人遵循违教, 也遵循得很好,故鬼迹, 二亦,二尊也, 因为周公创出来的鬼迹是很简易的, 很容易遵守的,暂恩蒙, 勇二封也,他的恩惠是很蜂蜂而出, 是留给人民的,二封也,所以人民很容易满足, 欠道着明,那些欠制,法道是很清楚的, 二則也,是容易用来 叫大家根据,擺平大家的, 谁统理順,二继也, 哪个继位是很清楚,因为周朝用自子继位, 二继也就不会争执, 是以叶隆于强抱,而崇冠于二后, 所以去到叶隆于强抱, 就是这个母王死了之后,这个周公, 父孺子, 去到周公这个时候,虽然是BB仔, 但是依然是帝业非常兴隆, 而崇冠于二后,而后来城康兩代, 都是如此威衰, 愧绝所缘,终都受述, 结果是, 跟着这一路下来,去到尾为止, 未有树油絕跡可考于今者也, 他后面就没有什么特别的功绩,树油絕跡, 现在考据得到,后来食安之后就没有什么可以考得到的功绩, 然由,而周朝重点, 聂良库去良库那里拜地, 登泰山拜天, 建显浩建立一个拜天的好, 施尊明,封自己做一个很高的名位, 周朝也这么做, 好了,大汉之德,现在汉朝很厉害, 蜂涌完全,好像泉水那样, 噴出来,大汉的德行是, 密害万遜, 旁帕四寨, 好像水流那样去到无所不治汉朝的德行, 去到四夷都是充塞了, 充塞了四夷, 云枯墓散, 好似云墓那样, 向周围霜散, 上昌九该, 一路上,上面去到九天, 下索八仙, 下面就去到八極, 淮生之类尖如浸淫, 凡是有生命的人都得到汉朝的恩惠, 像雨水那样沾着走入, 挟气横流, 那些人气就是周围去留步了這些德行, 舞節飘逝, 那些威武的地方是周围都感觉到, 鮮柔圓, 回闊浪尾, 那些流水, 是好像浸到平原, 一直到尾,依然是浸潤, 守護燕門, 暗微超節, 那些壞人全部沒有了, 那些暗微的地方,黑暗的地方,全部被照到光明, 昆蟲海澤,回首面內, 所有野獸昆蟲,都感覺到漢朝的德行, 將頭回轉頭,看著漢朝的首都, 漢朝威得這樣,然後有 周遇之真群,整群的周遇,這些是瑞秀, 叫 瑞綠之怪, 瑞綠之怪獸, 核瑞綠之怪獸,這些 這些仙琴全部出現, 道一徑六碎於袍, 一棵和, 一個徑,是揭了六粒碎在上面, 這個, 煮的是一徑六碎的位, 欺商隔貢底之獸, 用來犧牲的是兩個角, 黏在一起,這些真意的野獸, 就是講這些講長遂的出現, 獲周, 獲周如真, 收歸於旗,又得到周朝剩下來的東西, 在旗山, 拿到周朝的歸殼, 招翠王, 成龍於沼, 又招到那些翠王和成龍, 黃龍在沼澤那裡出來, 鬼神接雨, 又有鬼神神仙, 奔於閒館, 住在皇帝那個奔館那裡, 和皇帝聊天, 鬼神和神仙, 奇蜜缺軌, 剔躺窮變, 是什麼都齊了, 你最猜不到的東西, 是窮了, 所有的變化的東西都存在, 陰災真是偉大, 扶遂遵知, 猶以為博, 扶遂多到這樣, 而漢武帝依然是覺得太少, 不敢道風禪, 不敢說風禪, 因為風禪是很有德行才行的, 蓋周若, 餘允曠, 周朝因為有一條白羽, 跳出來, 所以就風禪了, 憂之以寮, 未扶施以為父也, 以登戒憂, 不亦殘虎, 如果是這樣, 周朝因為有一條白羽, 跳上船上覺得符碎, 於是就去祭天, 以為是符碎, 周朝是不是已經覺得慚愧呢, 比漢朝, 盡量之道, 其何爽富, 其實是不應該再推讓的, 漢朝應該去祭天, 以顯示自己的人德, 這篇文章就上了, 其實都是擦鞋, 叫漢武帝去封禪, 於是大司馬晉若, 當時的大司馬, 就繼續擦鞋, 我想這個時候大司馬, 是不是慧清, 陛下人欲, 群生, 陛下的人欲, 人德, 養育了所有生命, 義征不慧, 打仗是義征, 打那些壞人, 沒有不贏的, 駐下樂貢, 所有下中原的人都很樂於進貢, 百萬執志, 所有野蠻蠻族, 都是拿著禮物錢來, 得誤往初, 功無與義, 那些德行可以拍得住以前任何人, 功勞沒有人可以給得上, 功勞沒有人可以給得上, 優烈俠俠, 扶遂重變, 好像洪水一樣, 燒到周圍也是, 也好像火一樣, 也好像水一樣, 是浸潤所有人, 扶遂重變, 什麼變化的扶遂都有了, 奇應兆治, 所有應該有的東西都有齊了, 不獨創建, 這個已經是大家人都看到的, 異者泰山良父, 應該的意向應該去泰山良父那裡, 徹壇牆望行, 去那裡祭天,徹壇牆, 祭天和祭地, 概號以放榮, 改一個稱號來顯示你的光榮, 上帝誰因處子, 上帝是已經過他的恩典下來, 將以戰成, 一定就是推薦你完成, 這個這樣的稱號, 陛下謙讓, 而佛法也, 但是陛下, 你依然是很謙讓, 這個就不肯做, 那麼謙讓又如何呢, 揭三臣之寬, 是失了天地人三臣的寬心, 決王道之義, 減少了王道應該進行的禮儀, 你太謙虛反而不好, 群臣六言, 群臣是覺得不知道怎麼做好, 惑惟, 且天為則暗, 珍負, 故不可辭, 都是說, 如果上天是要給你一些東西的時候, 這些這樣的珍負, 故不可辭, 這些長稅你是不可以推辭的, 若然辭之, 如果你就是要推辭, 是泰山微妓, 而良父微妓也, 泰山應該有人去祭天, 而沒有人去祭天, 良父應該有人去祭地, 而沒有人去祭地, 是國並氏而詠, 含仔細而屈, 那麼, 他們應該是同時光榮, 但是現在, 是一個這麼光榮的世界, 他們受到委屈, 這個泰山和良父, 說者上河清以後, 要講的話, 還有什麼可以向後人交代呢, 如果這樣也不去封禪的話, 二魂七十二軍府, 何況你比七十二軍那麼多呢, 就是這樣, 那七十二軍就覺得很慚愧, 就是這樣, 符修德以石符, 修德, 上天就賜個符碎給他, 奉符以行事, 聽到上天的符碎, 而去造風禪, 不為晉月, 就不是一樣淺月的東西, 故姓王佛替, 而修禮地址, 揭款天臣, 所以姓王是不會推辭的, 其實就是去祭地臣, 和地臣行禮, 去拜見這個天臣, 勒攻忠惡, 在忠惡那裡記載自己的功德, 以張至尊, 來顯明至尊的地位, 書聖德, 顯示出你的聖德, 發號榮, 尊賞這個榮號給自己, 授口福, 於是就得到很好的福氣, 以浸黎民也, 是令到黎民也授福, 黃黃哉, 詩是, 這個是很堂皇的事, 天下之壯觀, 天下最壯觀的事, 王者之闢業, 是王者必定要做的事, 不可貶押, 不可以不做, 願陛下傳之, 我希望陛下成傳了這件事, 然後因習戰, 因習戰新先生之略述, 然後就將習戰先生那些人所做的事, 使獲耀日月之味光絕炎, 根據記載日月的時間, 光彩之類, 以展彩措施, 將這東西記錄下來, 由秉靜列其義, 將他意義記低了他, 要將這個發生的事, 全部記低了他, 教式缺文, 修正了那些文字, 作春秋一矮, 好像春秋那樣記錄他, 張閘舊六為七, 這個風禪文將會舊時候的六經改為七, 露之以無窮, 書之以無窮, 永遠傳下來, 你的功德是, 比萬世得激清流, 萬世就好像欣賞清流那樣, 楊微波, 楊微波, 非英星, 藤茂實, 將這些清流, 微波, 英星, 茂實, 傳播到後代, 讓他人去學習, 前聖之所以永保鴻命, 而常惠清守者用旨, 以前的聖人都是靠做這些事情, 來保住他的名字, 而被人清重的, 就是因為這樣, 而名掌固術, 奏其義,而濫言, 現在就要叫那些掌固的人知道, 將這個意義, 是被所有人都明白, 為什麼這個皇帝要封禪, 好,這節到這裡,